好了,我们现在就用这个,就好像讲到,这样讲出来,这个西伯来书12章2节,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 这里讲到什么呢?这是耶稣创造我们的开始,我们的信心是他创造开始的,然后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信心的路,这个就是神所做的,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做。 好了,我首先讲一讲这个,人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。这是很多人信耶稣,他们有成长,但他们没有看到是神帮助他们。 他看到什么呢?他觉得是我自己保守我自己,他觉得是我自己做得很好,我跟从神,所以我成长。 这样的话,他就没有看到是神创始成终,这个是第一种的问题。第二种的问题是这样的,他们遇到困难就说,太难,太难,信耶稣很辛苦啊。 很困难就没有想到是耶稣创始成终,耶稣开始会成全的,他没有,他以为是自己成全,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,这个就是律法,我要成全,我信耶稣了,很多人就是这样,信耶稣是恩典,耶稣拯救我们,去给我们信心改变我们的生命,他们觉得神拯救我很好, 所以信耶稣的时候就觉得是恩典,无条件的赦罪,但,之后我就说,你要祷告,你要读圣经,你要顺从神,你要服辞神,这样的话,他就觉得他现在是,开始是他的责任,的确是他的责任,但这个过程其实是神成终的,是神在这个过程不停地帮助他的,但他没有看到, 所以他靠自己,就越走越辛苦了,我们都会见到也是基督徒靠自己走这条路,或者是,侍奉的人靠自己去侍奉,越侍奉越难,因为他没有看到是神创始成终,是神会完成这个过程, 如果他看到神,看到神的作为,神的手在他身上,他就会轻松很多了,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反面的例子,好了,到底神在这方面,有什么属性和恩典呢? 他的属性是什么?什么,所有他的工作,他所有的工作,他都会,是他开始,没有人为他开始的,是神开始他所有的工作,创造是这样,拯救是这样,成全我们的救恩是这样,成全神的天国的计划也是这样,都是他开始,没有人帮助他开始的,然后他开始之后,他会完成这个过程, 这个过程,他会成全这个过程,在我们生命中会看到神怎样,在我们生命中开始这个信心的路,然后成全这个路程,刚才你们写的作业都是写到,他做什么,他做什么,但没有关联起来,我现在将他关联起来, 是神首先他拯救我们,将属灵生命放在我们里面,然后他帮助我们,成全这条路,当他帮助我们的时候,这条路他做了很多工作,现在我们就要细想一下他做了什么工作, 是将他的工作,将他的工作形容出来,他做了什么工作了,现在我讲这几句,就是将这个,他的工作跟我们的经历关联起来,就是说,是他开始我们的信心, 重生我们,然后开始这个过程,保守这个过程,帮助我们成全这条路,走到建筑面的时候,这个就是神完全的成就这个过程,这个就是连接起来了,是他开始的,然后成全的, 然后我们现在细想一下,然后我们现在细想一下,他怎样成全,成全这个过程,他重生的时候,他不许但去重生我们,他将他的属性放在我们里面,他将爱,他将圣洁,共义,怜悯,平稳安静,这个耐心,圣灵的果子,他都赐给我们,也有这个目的, 我们都有这个心态,我们都有这个心态,神啊,你拯救我这么奇妙,我要祝福其他人,我们都有这种心态,这是他放在我们里面的, 从上我们就放在我们里面,然后我们走的时候,很多水软弱,他看到我们软弱,就会帮助我们,提醒我们悔改,提醒我们,我在陪伴你, 我在帮助你,尤其是当我们亲近神,赞美主,爱慕神,敬拜的时候,敬拜的时候,有什么分别呢,当你敬拜,是面对面的神啊,我敬拜你,神啊,真是,对着神叫敬拜,你就发觉这个平安临到你身上,这个力量临到你身上, 这个过程就是他帮助我们有力量走这条路,有平安,有喜乐,你读圣经的时候,读到神的作为, 他就给你力量,他应许,赦免我们,帮助我们,加力量给我们,这个过程中,神不停的做工,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, 我对比一下,有些时候,人看到我们软弱几次,就开始没有耐心了,就说,你这个人真没有用了, 我帮助你一次,两次,三次,你都去跌倒,你永远不能自己站起来,这样的话,就令我们觉得很失望, 我做得不够好,人都不喜欢我了,没有耐心帮助我了,就去骂我了,这是人的方法,对比啊, 神不是这样,我们每一次打高手,他去温和地提醒我们的罪,他会继续地提醒的,他不会放弃的, 有神的同在的人会发觉这件事情,这是,他的感动会继续感动我们,直到我们悔改, 例如,我们骂了一个人,我们不能饶恕一个人,他继续地感动,但有些人就是继续地抗拒神, 我不能饶恕我的配偶的,我的配偶太多问题了,太多次伤害我了,我不能饶恕他的, 但圣灵不会停止的,他会继续停留,这是这样的一种感动,继续放在我们心里面, 继续我们觉得不舒服,直到我们悔改,但他用的方法是游和, 但令我们不舒服,因为我们有罪,直到我们悔改,我们愿意尊重,我们就轻松了, 我们愿意尊重神,饶恕神,神就把他的,他就这样喜乐放在我们里面, 让我们看到,原来饶恕人是这么美好的,这么轻松的, 然后当我们没有力量尊重神的时候,他就感动我们, 我与你同在,尤其是当我们敬拜祷告的时候,他就这样力量放在我们里面, 我们就有动力,就有动力去进进神,去加美主, 越进进神就越有动力,有些人是没有让神做工, 他们的心不是敞开的,心是关闭的, 所以耶稣想感动他,他关闭的门, 与神疏远,就不能被神改变, 但如果我们有这个打开的心,让神看到神是创许成重的, 我就说,我愿意让耶稣成全他的工作, 我们有这个心,我愿意让神成全这个工作, 我就打开我的心门,神啊,我需要你, 我悔改了,我愿意赞从你,求你帮助我, 神就临在我们心中,就感动我们去改变, 感动我们去从神得力, 但我们多次的亲近神,多次的得力量, 神就提醒我们了,你多次得力量, 你就知道,你打开你的心门,亲近我就有力量, 这样,我们就继续得到神的提醒了, 继续领受神的帮助,继续听见神, 神就继续帮助我们, 我现在继续讲出,刚才我解释圣经的时候, 只是讲出他做了什么作为, 没有跟这个经文连接, 因为我只是讲,只是简单的讲出, 他开始了这个我们的信心的路, 然后他怎样帮助我们, 但没有,因为如果我这样写的话, 我就要写很长的, 要很长才能写出来, 写得很长, 所以我写的时候, 我不是只是简单的写, 现在我是解释清楚, 当我犯罪的时候, 他怎样成全这个路, 帮助我们回改, 他是有耐心的, 不是一下子做了就放手的, 他是继续地感动, 直到我们悔改, 当基督徒与神有好的关系, 不悔改的时候, 他会继续感动, 直到我们悔改, 如果没有悔改, 总是不舒服, 但这种不舒服是很柔和的, 不去骂你, 这是一种感动, 总是停留在那里, 然后, 我们真容神的时候, 我们就留意神的帮助, 留意神的帮助, 圣灵就提醒我了, 提醒我们, 你继续倚靠神了, 每次有困难都倚靠神了, 我们就有力量了, 然后我们开始, 感动我们事奉神, 他就会给我们动力, 你看这个人改变了, 你帮助人的时候, 神也将喜乐赐给我们, 我们就开心了, 我们能够侍奉神了, 然后他就提升我们, 给我们更大的动力, 给我们更大的恩赐, 推动我们, 也给我们机会去侍奉神, 但如果我们灰心的时候, 他也提醒我们, 你所做的, 用圣经的经文, 你所做的, 就去坐在一个小姐身上, 我也喜悦, 我就会继续地欣赏你, 给你力量, 你必得赏赐, 这是我们事奉的时候, 他怎样提升, 我告诉你, 我起初的事奉的时候, 不是好像现在, 有很清楚的方向, 也有很多神, 我感谢神了, 给我的恩赐各方面, 很多方面, 他都成全我的事奉的路, 这个神的工作, 也必定有我们的配合的, 我们必定回应神, 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, 神祝福回应他的人, 在事奉的路上, 我的确有觉得困难, 我就寻求神, 神就帮助我, 我这个路程, 我需要, 其实, 以前, 我是做了牧师后, 之后才学弹琴的, 因为在我的团体, 我负责的, 没有人弹琴, 有人就说, 有一个琴, 这个琴呢, 你弹一个音, 就可以弹这个和弦的, 一个手指, 和弦, 一个手指, 主音, 那我就去看看这个琴, 去有一个教友告诉我, 这个教友, 为什么会告诉我呢, 我觉得, 我想, 现在想, 才想, 是神将这个意念放在他里面, 放慢一点, 放慢一点, 然后这个, 神就感动他, 他就说出来, 然后我就, 去买了这个琴, 去买的时候, 我就细细, 我就是去这个麦琴的地方, 我弹, 我就细细, 我就发觉我可以, 一个左手一个手指, 右手一个手指, 就可以弹琴, 因为我以前已经吹口琴, 我听到音乐, 我马上知道是什么音, 就去, 例如, 这个我马上就会能够唱出来的, 这个就是我当时能够这样做, 我就买了, 回来, 然后我就弹了, 后来我有机会找到老师, 他就教导我, 后来有另外一个老师, 后来另外有个老师非常好的, 但他没有时间长期的教我的, 我就去上他的堂, 两项堂, 然后我派录他的弹琴, 然后我就跟这个录影去弹, 这个就是神给我机会, 也提醒我, 给我录, 帮助我这个路上进步, 然后后来我学到这个敬拜, 我也学怎样帮助人进入神的同在, 我发觉很多人带领敬拜, 都去唱歌的, 没有很个人性的敬拜, 这个是神感动我的, 是神兴趣带领我的, 去怎样带领的, 耶稣你真好啊, 我全心地喜悦你, 我来到你面前, 我很喜悦你, 我欣赏你, 我享受你, 神你真美好啊, 神就是帮助我用这些很个人性的话, 去带领人去敬拜, 也带领我怎样侍奉, 这个就是神成全这条路, 你们在心里面, 有没有这种神的感动带领呢? 但很多人带领之后, 他就忘记了, 忘记了, 没有继续努力, 所以神开始了感动他, 他没有回应, 就不会承重了, 不会高度的成全, 我感谢神了, 神给我这个动力, 有些时候我学一样东西, 例如我看到人讲道的时候, 他们的动作很自由, 他没有教导我, 我就看到这样讲道很自由, 我就留意他做什么, 然后我回去就做, 这个就是我自学, 神给我这个自学的能力, 我感谢神, 我希望你们也会这样自动学习, 看到人做了好的地方, 我曾经说我的声音, 你留意我怎样讲道, 怎样表达有快, 有慢, 有大力的力量小的, 改变这个声音的方法, 声音很多气的声音, 这个方法, 不同的表达方法, 也用怎样的方法, 形容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, 要我留意神的作为, 我留意神怎样, 在我犯罪的时候怎样帮助我, 我留意神怎样, 让我留意到敬拜神, 爱慕神有能力, 我留意到神怎样帮助我, 去学习弹琴, 我留意神怎样提升, 我怎样进入训练员, 然后训练牧师, 然后怎样去宣教, 然后我的事丰的路更进入, 以前我去牧会的, 现在我不去牧会, 虽然我有, 主要我去不去牧会, 现在我主要是训练宣教, 我也有牧会, 但我在这个牧会中, 我也是训练他们, 这个就是神提升我的路程, 所以我看到神是创始成终的, 我首先用圣经去了解, 神怎样创始成终, 然后了解我自己的生命神怎样提升, 怎样帮助我提升, 我就说出来, 将我的经历跟圣经配合, 我所我的经历都与圣经有关系, 是的确是神创始成终, 帮助我提升的, 我没有说无关重要的事情, 也没有说是我的作为, 我是说神是神的作为, 我感谢神, 我感激神, 不是神创始成终, 我今天不是这样的, 不是这样的, 如果神在基督徒生命中就去重生了, 就坐在天上睡觉的话,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这样进步的, 他会感动你去侍奉神, 所以你可以分享神怎样感动你去侍奉神, 神感动你去侍奉神, 你就分享, 这个就是神的创始成终了, 神感动你, 你就放在记忆里了, 就分享告诉人, 神怎样在我生命中创始成终, 我就是将这个创始成终, 形容出来, 让人看到这个是神的美善, 是不是? 不是很慎奥, 不是很难, 但是我去思想, 神做了什么工作, 这样的话分享出来, 人就明白了, 就看到神的美善, 就说神真好, 神真好, 也问他们, 神在生命中有做什么创始成终的作为, 有没有啊, 有没有, 有的话就放在记忆里, 神这样帮助我, 创始成终, 我要放在记忆里, 然后我就分享, 告诉人神怎样在我生命中做工, 这个是恩典, 刚才所说的, 我希望我讲完, 可不可以你们, 这个录影之后, 你们站起来续续讲出来, 好像我刚才讲的这样, 你讲出来, 续续讲做, 好了, 现在我讲这个警告了, 警告, 有些人神创始, 但他随意犯罪, 他忽略神的作为, 他没有感恩的心, 没有看到神改变他的生命, 他不是看神, 是看软弱的人, 而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好, 他们还可以在教会, 我也可以这样软弱, 他们没有看到神的作为, 只是看到人的不好, 整天思想, 这个基督徒不好啊, 那个基督徒不好啊, 我整天软弱啊, 神也没有帮助我, 他以为神没有帮助他, 因为他要的是神马上赚钱赐给他, 帮助他解决他所有的问题, 家人都变得非常有爱心, 他希望是这样, 但家人没有信耶稣, 不会马上改变的, 这个需要我们接受, 家人没有耶稣, 或者是他信耶稣没有改变, 所以他们的改变不大, 但他总是埋怨神, 埋怨神的时候, 神就不能在他生命中成全, 神要做的工作, 或者是有些人侍奉神, 但侍奉神的时候, 做得好就骄傲, 做得不好就放弃, 或者是用自己的力量, 用自己的方法, 要控制所有的人, 要跟从他, 不须看到神做空, 看到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暗示, 是不是? 每个人, 我不能请你们, 你要做厌慕虚, 我不能这样的, 你不能做厌慕虚的, 你要做你, 但你会学习我的方法, 但应用在你身上, 用你的方法表达出来, 你不能成为我的, 我们是不同的, 要有不同的恩赐, 但这个不要紧, 如果全世界都是业务虚的, 就有问题了, 就没有人煮饭了, 哈哈哈哈哈哈, 这个, 其实, 做机构, 虽然我有机构, 但我最强不是做机构, 我最强不是管理, 这个, 有些管理恩赐比较强的, 这个老师, 管理的恩赐比较强的, 但我的管理的恩赐不是最强的, 但我还是管理, 我是训练的方法管理, 但有些人是能够管理更好, 但有些人就是要控制人, 不用神的方法, 用自己的方法, 这样的话, 没有让神创始成终, 所以侍奉就很困难了, 好了, 如何让神创始成终, 这个很重要, 我们讲了很多神的作为怎样, 首先, 如果我们没有留意到是神创始成终, 我们就要悔改了, 所以除掉这个垃圾, 因为很多人以为是我自己创始成终, 这是我的属灵生命是我创造的, 是我成长的, 他以为是自己很厉害, 自己觉得很厉害, 耶稣说, 因为离了我, 你就不能做什么, 你就不能做大事, 所以我们必定要放下这个骄傲, 以为自己能够创始成终, 必定要放手, 然后, 我们就看一看神曾经做什么, 曾经怎样改变我, 将属灵生命放在我里面, 重生我, 将动力赐给我, 将恩赐赐给我, 带领我, 我犯罪的时候, 他怎样带领我, 悔改, 他怎样带领我, 侍奉神, 真宠神, 关心人, 他怎样带领, 留意了, 我离遇到, 我离遇到, 神怎样帮助我, 悔改离罪, 离遇这一点, 这一点很重要, 神有很多工作, 一样工作去帮助我悔改信主, 尊重神, 悔改尊重神, 我离遇到, 曾经怎样帮助我悔改尊重神, 我就以后, 让耶稣, 完全的带领我, 怎样继续处理罪, 神曾经一次的帮助我, 悔改离罪, 我就继续让他, 继续带领我, 悔改离罪, 神必定继续做的, 不要以为一次的, 胜过罪以后, 我们就能够胜过罪, 我们都需要, 圣灵的带领, 但每一次圣灵感动我, 我就马上留意到, 圣灵现在告诉我要悔改, 我就马上回应了, 马上回应, 我马上尊重神, 我也开心, 现在我悔改尊重神, 神很喜悦, 所以我也开心, 不许骄傲, 去感谢神, 去使你改变我, 以后就能够很快的处理罪, 这个就是让神的工作, 在我身上能够成全, 每一次, 曾经他帮助我悔改, 我就留意, 留意之后, 我以后就, 让神更快的, 在我生命中成全, 祂的帮我, 悔改离罪的步骤, 然后祂感动我, 去关心人, 我就留意到, 有些小圆, 神会感动我, 你去关心祂, 你看看祂, 很孤单啊, 你关心祂了, 你问候祂, 他反他, 我们就有这种戏呢, 我们就回应神了, 以后神感动我, 做什么事, 我就回应了, 例如, 神怎样感动你的老婿, 你要看看燕幕婿怎样为人祷告, 然后你要找, 请燕幕婿来, 你要, 要与祂配合, 让祂训练, 这个就是祂回应, 然后我的回应, 神感动祂, 也感动我, 我要回应, 就是神开始了, 我就成全, 我就预备材料了, 其实我两三天, 两天之前开始预备, 这个材料的, 我感谢神了, 神给我, 这个预备很多, 所以我很快, 很快就写, 写了, 写了就预备, 就带来了, 这个是神给我的恩赐, 但我配合, 我让这个恩赐发挥, 我这样荣耀归于神, 是神给我的, 感谢神, 我永远都说, 是神帮助我的, 神改变我, 如果不是神带领我, 我不会, 好像今天这样的, 我还是软弱的牧属了, 还是没有力量的牧属, 我感谢神, 神改变我, 提升我, 我就欣赏祂, 我也希望你们都成为, 大能的侍奉的人, 有神的, 无应, 无应神每一次的带领, 每一次的感动, 都让神成全这个工作, 成全悔改离罪的工作, 成全提升生命的工作, 成全改变我们的性情的工作, 本来是发露的, 后来变为柔和谦卑的, 本来是没有耐心的, 现在有耐心的, 然后, 改变我们怎样用心关心人, 侍奉神的心, 提升人灵魂的心, 也寻找你的侍奉的路向, 每个不同的, 不是每个都是业务士, 每个做不同的工作, 你就寻求神去带领你, 你就一步一步的, 每一方面, 我们生命很多方面的, 毁改离罪, 家庭关系, 与人的关系, 与教友的关系, 我们的事奉, 我们的工作, 我们的发挥恩赐, 整页有平安喜乐, 每一方面都需要配合, 配合, 就建立起来, 你每一方面都配合的话, 你整个生命就配合, 我感谢神, 我各方面都让神做工, 然后我就发挥我的各方面的恩赐, 各方面的路向, 你也可以的, 就感恩, 是神做的工作, 我让神在我生命中成全他的工作, 我就喜乐, 感谢神啊, 我继续让神做工, 我就感谢神啊, 我就鼓励你, 现在想一想, 你是不是有地方神开始这个工作, 但你没有让神继续成全, 希望你听, 你就说神啊, 我要你成全你的工作, 你留意, 我从头到尾都说到是神的工作, 我要让神成全他的工作, 是不是, 这一点, 从头到尾, 我都去找神的工作, 然后我怎样让神成全, 这个就是神属性的, 讲出他的属性, 讲出他的恩典, 让人听的时候, 哇, 原来神做这么美好的事在我生命中, 做这么多美好的事, 神这么美好, 我感谢你, 感谢你, 赞美你, 哈利路亚, 希望我们都是这样, 感谢神, 感谢神的作为, 就很感恩, 很感谢神, 感谢天父, 好了, 我们现在就停一停了, 感谢天父, 荣耀归于主, 哈利路亚,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神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